這件的彈性超好 小背心我不多說 我們家的品質非常的好 再來呢 這一次呢 是做有一點點花瓣型的 所以非常非常的好看 再來這一次有幫大家推出 幾個顏色好像蠻多顏色 好 我拿顏色一下給大家看 它有四個顏色 然後有這些 來唷 再給大家看有什麼顏色 它有我身上的卡色 然後灰白黑 就是基本的三個顏色 這個我蠻推薦大家購買的 第一個是因為它的質感跟材質 非常的好 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好 好 來我們今天先講重點 來講這個四色的彈力背心 這一款呢 跟大家說我四個顏色都買了 好為什麼呢 它這邊是雙肩帶 你看很好看耶 就是做雙肩帶的造型 然後非常非常的好 也不用紮 也不用特別的去搭配 你只要拿家裡的任何一件 就是褲子 白褲 黑白褲 任何長褲短褲都可以搭 然後彈性是可以穿到ELOMA 絕對沒有問題 而且非常非常的舒服 非常的好穿 然後這也是我們第一款 也是第一款就是下擺有 比較特別造型的羅紋小背心 因為一般都是做這樣子切平的 但是妞妞幫大家挑選這個是真的好看 又很好穿 好然後再來 來我陸續再把幾個顏色穿給大家看好了 好來 我接下來要換的是黑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個下擺板型都非常漂亮 然後都是有彈的 然後特別提醒大家 這一塊面料啊它很特別 它是有紋路的喔 你看它是有紋路的 所以整個穿起來不會很無聊 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那黑色很簡單啊 你只要戴一副墨鏡啦 不管你是戴著或是掛著 就是都會變得非常非常的時尚感 記得要戴一副墨鏡回家喔 好然後再來呢 妞妞再換一下灰色給大家看 灰色穿起來我覺得蠻有質感的 因為它的灰是有點帶銀灰色的感覺 不是那種一般休閒灰 這塊是完全不會熱的 螺紋、針織、棉料 而且超彈的 好真的很好看喔 好然後它是花半邊的 大家看一下 好整體都非常非常的好看 好然後不分尺寸大家都可以穿 好這一款白色呢 它本身是有一點點 一點點透的 但是我個人覺得這樣子的微透感剛剛好 不會太裸露太透 有沒有看到不會太裸露太透 我覺得穿黑色內衣是ok的 很好看 這個我很建議大家四色都戴 好看